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M 好的來幫我們的魔靈召喚 克羅尼克戰器 好 那我的沙漠女王 我沙漠女王已經 技能練滿了啦 技能練滿了 來看一下 那目前戰力的話就是 9萬 那 這個是 普魂嘛 普魂還有一個沒有刷 不然那個傳說會再高一點 然後覺醒目前是 10星 11 12 12還可以啦 我還有20片 13也可以 就是缺生命的氣息 然後1415就不行了 1415就不行了 因為沒有抽到那麼多次沙漠女王 我只有抽到三次而已 就保底換一個然後抽到兩次像這樣子 抽到三次 所以如果你還是想要衝高戰力的話 你還是得慢慢的練五星 七星大概 不是七星啦 這種三四星大概就七萬多而已 練滿的情況下可能就七萬多而已 我啦 我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兩個還是有差 好 上一期下限前是29萬多嘛 我現在是三十萬七千多 主要是我天空塔又練了一下嘛 然後符文也又練一下 天空塔的這個 這個塔的力量有在刷一下 我現在爬到三五而已啦 三五的話還是打得過啦 因為他戰力是二十幾萬 我現在是三十萬嘛 只是說因為我練度不一樣 就是他有時候會要求一些騎士 哈哈兩隻騎士啊 我只有一隻騎士而已啊 就比較麻煩 可能就找一隻 這個五星的很難練啊 你最好是找那個三星的騎士吧 我前幾天不是有推薦一隻 一隻那個水屬性的那個小猴子 可能我會練哪一隻吧 先練三星四星為主 那個比較容易練 這個比較難 這個太難了 這個五星太難了 大概是這樣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剛剛打了那個 打了一場那個白影之城 白影之城沒有很難 沒有很難 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看一下好了 我來看一下專業技術 專業技術我還只有這樣而已 還沒有衝上去 因為再來你的裝備 你的裝備會有等級要求啦 譬如說這些可能會有等級要求 等級要求我沒有嘛 我現在是60 到時候 60剩下61可能會有等級要求 我現在是60幾 然後經驗值大概60%左右吧 61% 可能 可能 可能要超越吧 超越就需要這個東東啊 這個東東怎麼來的 還不知道 要去打這個 烈系喔 扭曲的天空島 要去打這個 這個我們隨便打一下吧 好像不容易掉欸 這個 好像就在這邊嘛 這個叫他突破 超越他叫超越 到時候可以穿那個五星覺醒式裝備 五星就是五顆星 覺醒式就是四顆紫星 大概是這樣吧 像我剛剛打了一個 白影之城 他給我這個吧 他給我一個 我看一下喔 給我的東西在哪裡啊 還是我分解掉了 這是迷霧啊 喔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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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個是 覺醒二星 五星之後的覺醒 二星 這個要六一等啊 我現在沒有嘛 我現在只有六四 這個當然比較強啊 你看他沒有 沒有充之前 他沒有充之前 他的攻擊就比這個高 只是他 這只有兩顆藍尾啊 那這個到時候可能就是要弄一套吧 那他直接給的啦 不是要做的 你如果要做的話 就是 就是 專案技術可能要再弄到六級吧 看一下喔 是不是六級啊 對啊六級啊 就是你需要這個 覺醒二 基礎素材 然後開始去弄 我的弄了啦 我可能會 弄白影吧 就是 迷霧建議我可能就不管他了 我就可能就跳過 可能就跳過 武器都可以啦 武器的話 他有沒有屬性啊 他怎麼沒有分屬性齁 這種武器是沒有屬性的嗎 賦與四個隨機賦屬性 好像 我有屬性就是那個 水火風那種屬性 因為我們這種有啊 有分啊 這邊有屬性啊 這個好像沒有屬性 他們沒有屬性說 我可能就會 欸 當掉了 好回來 剛剛滑鼠沒電 我是用無線滑鼠啦 突然沒電 沒電完全不能動 好 那來玩一場吧 我應該能玩吧 我來看一下喔 喔 喔喔喔 他說 我剛剛過了啦 我剛剛過了啦 然後這邊可能變成說 今天 不讓你玩 要下次 就1點才可以玩 我現在距離1點還有52分鐘 那如果你要快速入場的話 就是要 支援戰鬥嘛 或是補充次數 我們支援戰鬥一下 待會 然後來看一下他攻略吧 他沒什麼難度啊 就是他會用手手打地板 手手打地板之後 你要在一定的時間內 三個人 把他給打爆 不然他會用一些很痛的技能 把你打死 可以蹭一下下 但是他還是會死掉 大概是這樣而已吧 然後剩下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攻擊就不太痛 不痛不癢的 但是雖然這麼說 你還是要有戰力30萬啦 剛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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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兩場 第一場 有個隊友技能突然死掉 打一半突然死掉 害我們剩兩個人 他的那個手手打不爆 手手打不爆 手手打不爆 好來吧 好有個36了很穩 他們都60幾等啊 我才60等而已 那那個 迷舞的話 我建議是25萬再打 20萬真的很會死 我的搖桿斷線 抱歉 好 開始吧 用無腦打 組合的話 有人帶瘋貓 然後有人帶小仙子 看你們啦 就盡量buff 你看上面debuff一大堆 降攻啊 降防啊 我還有燒他 我用火杖 火杖可以燒他 反正有人會補啊 大家站在一起就好了 還有人會上盾 你可以稍微走一下 看你有沒有走 不走也沒差 不是很痛 只是他的手搓地板要去打他 欸他手來不及搓地板就沒了 欸欸欸欸 那個36萬太猛了吧 36萬太猛了吧 他的手來不及搓地板 再一場再一場 我們足弱一點的隊伍 哈哈 我不是支援而已嗎 支援也有獎勵喔 怎麼那麼好玩 是不是那是 隊友給我的bonus啊 支援也會給幣喔 第一次可以是不是 我先拒絕一下 為什麼他們老是會邀請我啊 這邊有個24萬的欸 你會被踢吧 呵呵呵 24萬的會被踢啊 好我們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要自然讓大家看到那個手手啊 手手搓地板 只有那個合作的部分而已 其他就隨便打 反正沒有想像那麼難啊 難點就是你戰力要夠嘛 你戰力不夠會被踢 就這麼簡單 沒人要跟你踢 然後我們戰力 靠那個火沙漠撐起來 不然我也沒有30萬 這次打比較慢了吧 剛剛那個36萬有點猛欸 他好強喔 跑出來這個手球要打 這個手球你要在時間內把它打爆 不然 不能踩 欸怎麼還有人在那邊 打boss啊 他不會玩是不是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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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打手啊 怎麼會死喔 這個根本不太需要閃 你就用走就可以了 你就閃一下 用走就好了 不要被他那個持續性的AOE 打到 他那個是持續性的 好手都出來了 手手沒有幫打的話 等下隊友死掉會怪我 啊我死掉了 我們剛剛手手沒打爆喔 有可能喔 你那個手手沒打爆就會這樣 讓大家知道了齁 就不要打boss打到忘我 然後就忘記手手要打 好我們再一場 給他打到開心為止啊 反正我們是支援而已啊 沒有人是不是啊 你看他用這個按鈕啊 按鈕 他為什麼要踢他 戰力不夠是不是 嗯 30萬是一個標準啦 為什麼他連30萬都不要 這個人太挑了 哇35萬 那不就跟剛剛一樣秒殺了 呵呵 嗯 啊 手手要記得打啊 好啦那個35萬的在的話應該打很快 這遊戲是這樣 當戰力超過 超出一定 數字之後就會 打很快 就好像你現在去打20萬的 你去打25萬要求的 你用30萬去打25萬要求 也是打很快 跑出來要打這個 要把他打爆 欸這次沒有剛剛那隻快說 我剛才超快 他都是一些持續性的負面傷害 不是那種 他好像剛好有一個雷電對不對 電下去還蠻動的 我覺得好像是那個 負面 就是負面疊加沒有 第一次那麼快 第一次那個負面真的 加超多 就是在大家戰力不夠的情況下 你們可能就是 要搭配 要配合 這個打起來比那個 迷霧之城還要快 迷霧之城反而蠻慢的 殺完一隻之後 另外一隻就暴走 現在 去打迷霧大家都 一定都是先打 弓箭手啊 都不管那個斧頭了 也不想先消他 就把弓箭手秒掉 秒掉之後再把斧頭秒掉 30萬進去打 還是蠻輕鬆的啦 那如果你是主到20萬的話 應該 很危險 好 迷霧之城 不是迷霧之城 白影之城 大概是這樣 這邊有他的技能嗎 不過 我剛可能被這個死亡之光打死了吧 不知道 他有一招落雷 落下來我就死掉了 就那個手手沒打 就會滅團 就會滅團 基本上會滅團 他就只有這個難點 難點而已 你看這邊有沒有 原來是有隊員死掉 可惡 隊員死掉他也會變強 然後會有那個團戰鑄斃嘛 就是如果你都刷不到就是用換的 就換這種基礎了 然後再把它合上去 把它做上去 團戰鑄斃我現在有800 怎麼那麼多啊 喔這是迷霧的啦 我想說奇怪 怎麼白影有一大堆 原來是迷霧的 白影的我才100多嘛 剛才今天才算打兩場吧 好今天大家就這樣吧 就玩了這個 新的副本 白影之城 條件就只有兩個 公關的條件就是 30萬加 把他的觸手打爆 就可以過了 然後有時候你會帶來 遇到比較強的隊友會過 比較弱的直接被踢掉了 基本上不會 不會出現 二二幾萬進來一定被踢 我是沒被踢啦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30萬會被踢嘛 所以我是這幾天都要充戰力嘛 充到30萬再去就行了 除非你那個公會的盟友 會帶你 認識的朋友帶你 才有可能吧 二二幾萬進去 也就解那個任務嘛 我們來看一下 好像解完了耶 這個阿 白影之城 所以我應該有拿到這把武器 齁 夢夜法杖 夢夜法杖我剛剛有拿到嘛 這裡 不過他6E阿 我現在沒有6E 現在沒有6E 想要拚6E就是你要花錢 就是 就是買次數 買次數 不夠的話要買次數阿 這個應該也是可以買的阿 這邊有加嗎 到時候可以 到時候也是要買次數 好那我們就先玩到這邊吧 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戰力已經30萬了 已經不是新手了啦 已經不是新手了 這邊好多要練阿 因為你爬塔很多角色都要慢慢練 一樣是以三四星為主阿 你不要想說練五星阿 你看我玩了兩個禮拜 資源全部丟進去 現在也才把一隻練滿而已 好的我是漢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